静态的网页就是我们课程前段的部分是属于HTML 是在前段的 所以工程师里面又有分成前端的工程师 也有分成后端的工程师 所以呢前段部分的话就是用那个HTML 然后后端的话呢就是用JSP 或者是说在这边有一个 我们后面会教各位就是说 除了New这两个之外 还有ServerLate ServerLate我们后面会讲 其实ServerLate有点像是 把你们之前Java所学的东西在Server上run而已 那你们之前所学在哪里run 在Clientrun 就是在你们的 等于是本机上面run 本机上面run 所以这部分的话当然技术上 在Server上run会稍微 这个稍微是难 难蛮多的啦 因为它牵涉到环境的问题 不过还好因为Eclipse加TownCats 已经帮我们把这些问题统统解决 而且已经算进步的很多了 那你只要把环境的部分 千万细心一点啦 因为很多人其实会出问题 就是不够细心 因为小细节都做错了 之后根本就做不出来了 所以你今天的部分环境 早上如果你可以把环境搞定的话 我想后面你会walk的很顺 那之后的话你甚至 如果各位有带笔电的话 你也可以把笔电先把它set up 起来 因为你将来一定会遇到一个问题 把这个环境移植到别的电脑上面去的问题发生 对不对 那如果你可以在任何电脑上面 马上可以walk的话 那开发上就会很顺利了 ok 那第二个就是说把这地方建立起来 那等一下我们还是讲一些基本的观念 我想这部分的话是书本上的知识 那各位要掌握重点 因为你们对HTML 因为网页都不会太陌生 只是说有一些HTML5到底多哪些东西 那你要怎么样把它做出来 我想把重点稍微跟各位说明一下 那这个我想网页的流程大概应该都有啦 一定是收集资料啦等等等等 ok 然后里面的话相关的语言 你应该知道要知道哪些部分呢 比如说HTML 那现在最新版是到5的版本 那不过他现在这个标准 他还没有确定 在2014年之后才会确定 然后CSS 然后还有VRML XML等等这相关的 还有XEssence的那个HTML 还有Dynamic的HTML 另外还有像Java的Appleach 那JavaAppleach我想各位应该以前 如果学过网页应该都有看过这东西啊 不过这个Appleach这个部分的话 是也是在Client端段 那ServerLayer 就是所谓ServerLayer 就是说呢后面Layer是一样的 其实Layer指的就是小的程式啦 那Run的部分的话呢 Average是Run在Client端 我们的Broser上面Run 那ServerLayer在Server端Run 其他还有像这个Active Control 那这个是IE的一个技术啦 所以其实这个技术 慢慢应该会四文 为什么因为现在很多人 根本连IE都不会去开 除非像我现在顶多会用IE的话 只有用大概就是什么时候呢 ATM没有办法 网路那个ATM转账 那个就一定要 因为ATM转账 现在就被IE给绑死了 另外有一面公务的 那个公务人员的相关系统也是会绑住的 不然的话基本上这个东西慢慢也慢慢四文的 然后还有浏览器端的Squip 这个Squip的话 基本上指的应该是所谓的JavaSquip 但还有其他语言 不过目前 应该还是以JavaSquip为主 早期还有什么VB Squip 用那个VB写的VB 不过现在VB Squip 应该慢慢也没有人在写 然后它也像次服端的Squip 那次服端的Squip的话 指的就是所谓的JSP 早期有CGI 不过现在应该没有人在写CGI的 还有像什么ASP 还有像PHP 那ASP现在演进之后就是ASP.NET 然后PHP 目前三分天下 不过呢最强的 其实是什么呢 其实是ASP.NET 目前用的最多 为什么呢 因为我自己也教ASP.NET 我也教JSP 我也教PHP 我也教过ASP 反正这些P.NET我通通都教过 所以你问我应该我会比较感受很深 所以为什么现在你们 只要去天龙逛一下 你去算一下 那个ASP.NET 的书跟JSP 比较相差多少 你等一下下课就有机会 可以去看一下 大概十本ASP.NET 大概只有一本的JSP的书 为什么呢 因为其实这跟业界的使用量还是有相对的关系 ASP.NET 还是为最大 为什么呢 其实真的ASP.NET 用起来真的是 比较怎么样 比较方便 而且很快的 就可以帮你解决很多的问题 然后呢 对于一些工程师来说 它的loading 其实很轻微 为什么很多图形化界面啊 环境设定都很很简单 一下就搞定了 不像这个Tomcat 这么麻烦 如果比起来的话 相对的麻烦 但是呢 如果你是用那个ASP.NET 之后 你后面的Solution 你就要用Microsoft 你的Server要用它的 要嘛 对不对 你的Database 也用SQL Server 然后你的Web Server 也用它的 反正相关的Solution 都要被Microsoft防死 那当然这地方 那费用相对的啦 如果跟其他JHP 或PHP 比的话 相对的 会比较昂贵一些 那这部分的话呢 当然以台湾来看 公务单位 用的比较多 所以你们将来 如果到一般 如果说 他们是用那个 ASP.NET 几乎 大概我看了一下 一半以上 都是做那个 就是公家生意的 为什么 因为其实 微软聪明 它在授权的时候 授权的公家机关 跟授权的企业的价钱 完全是不一样的 完全是不一样的 所以它就把 学校单位 公务单位都绑住了 那你企业单位 如果说 有些 当然也会跟 会跟着走 大概是这样的一个状况 不过你说 未来性来看的话 我还是觉得 JHP 虽然目前 不是那么多的使用者 不过我觉得 它是很有前瞻性的 像这样的一个技术 我发现 它一直在进步当中 而且它在开发环境 也没有想象中 那么不方便 像我们今天这样 弄起来 也没有花很多时间 但是就是细节很重要 很多人就是 JDK没有安装好 就是那个PACE 那个部分 没安装好 我一直强调 另外那个TOMCAD 的部分 没有办法搞定 TOMCAD 有的人 我为什么要把它放在 那个目中 就是说 以后我把它搬一个位置 我只要设定一下 马上就可以握客了 那其他的书里面 都不是这样教的 你们自己上网去Google一下 教法大概有很多种 那这是我自己的 自己的设定方式 因为我觉得 这方式是我自己觉得OK的 那当然你们也可以 自己有自己一套方式 都OK 这个地方大概跟各位提一下 那有关那个HTML 眼睛目前到5 那现在的话 现在还没有确定 那到明年之后才确定 那从第2.0 从1995年到现在 其实发展大概也快要 应该快20年了 20年了 OK 那再来的话 有关那相关的标准 这边有个网站 它的网址的话 就是tribu.w3.org 里面的话 有很多相关HTML相关的一个公版的一些文件说明 如果各位有兴趣的话 可以稍微看一下 OK 那再来的话 这边的话 HTML设计原则有几项 第一个的话 一定是相容性 第二个是实用性 第三个是操作性 第四个是通用存取性 那这个部分 其实也是希望改善之前那个网页的那些缺点 然后让它的这个 这个其他的部分 可以做得更好 大概有这几个部分 然后新的功能的话 各位可以看一下 有些它会移除 增加哪一些 修改哪一些 移除哪一些 我想这部分稍微看一下 那后面的话 我会针对那个 新增的部分 做说明 如果旧的部分的话 我想大概都知道的话 就不用再赘述了 我们主要是针对 各位比较不清楚的部分 做说明 其他像修改的这些 然后移除的这一些 像Friend 方架 方架 方架部分的话 还有其他什么 这些这几个我想 它已经把它拿掉 所以你就不要再用了 然后 它最强大的部分 其实最值得期待 为什么HTML5 最强 这个最大的功能 其实就是在这部分 而且甚至 我觉得就是说 它不只是在网页 上面 它慢慢的 也会整合到手机上面 也就是说 如果将来 那个APP的标准 也是HTML5的话 那以后 其实你用HTML5 也可以开发APP 所以 其实像相关的Solution 其实用那个 Android开发APP 其实 算起来 还真的蛮 蛮难的 如果你这样比起来的话 但如果将来 可以用HTML5开发的话 开发Android APP 它最大好 不只Android 你HTML5开发 任何在 任何的iPhone上面 也可以跑 在Android上面 也可以跑 在Window Phone 也可以跑 不就更方便一些 不过 像这样的技术 你可能要等 等到什么时候呢 等到HTML5都成熟 等到成熟之后 其实大家都会 那其实也不需要 这方面的工程 其实 为什么工程是有价值 各位可以去思考一点 就是因为 它很不容易 才需要你 如果它很简单的话 你就没有存在的必要 所以这个是相对的 我一直举例说 其实那时候 我大概在二十年前 大概在快二十年前 到过那个 足科 足科 去帮他们住厂 那时候其实 那时候 感觉上还蛮不错的 感觉上还蛮不错的 因为他们感觉都很需要 那时候其实是什么时候 Windows Windows 在什么时候最不稳定 应该各位有听过Windows 98 因为Windows98 那时候 其实是Windows 最不稳定的时候 可是那个时候 对工程师的需求 是最大的 为什么 因为随时会有trouble 怎么又跳出 怎么又怎么样 怎么样 问题一堆 那时候感觉 备受领域 随时 都感觉蛮不错的 三餐都有人情 就对了 还有宵夜 可是慢慢你会发现 到那个Windows 它插批之后 你会发现系统都很稳定 这个时候工程师 其实也没有存在的必要 有没有 所以工程师的薪水 一直往下调 一直被调整 而且 被考虑说 这家公司 其实不需要这么多工程师 因为系统都很稳定 你坐在这里干嘛 会发呆吗 你一定要找事给你做 不然就委外就好了 所以很多MIS 很多 资讯人员 其实就被裁掉了 对不对 那到现在这样 现在其实 Android也是 不是很稳定的时候 所以相对的 它有什么样呢 它有空间 所以你们要找一个东西 那个东西 是越不稳定的话 中间才会有你存在的必要 这是我的哲学 你们都会分享一下 这里面的话 HTML5 里面提供了很大的 那个什么 就是API 里面的话最多 比如说像这个 影音的部分 这个已经目前用在YouTube上面 YouTube上面 YouTube上面 其实你会发现 在很多的 browser上面 它已经不支援 Flash 所以它就会用 HTML5来做 还有像画布 脱放功能 这个 其实我发现 这个东西 在YouTube上面 也已经support了 所以你会发现 在YouTube上面 我把影片上载的时候 我用拖拉的 可是我发现 在Chrome上面 ok 在Firefox也ok 可是在那个什么 IE上就不ok了 因为IE的支援度 还没有到那里 然后到用那个什么 另外一个 Opera Opera也不ok 所以你会发现 HTML5 不是每一个browser 通通都有支援 那我怎么知道说 到底 我的browser 也没有支援到100分 其实你们可以 等一下test一下 怎么样test 我等一下跟各位讲 其他还有像什么 网页的资料库 它里面也有一个 一个Seqlite的资料库 像那个 Chrome里面也有一个 Seqlite资料库 然后像什么 索引 像那个 GEO Location 地图的部分 还有像什么 File API 客户端的存取 还有其他 其实你会发现 这些东西架构起来之后 基本上 已经甚至可以取代 那个什么 那些P的存在 你用这个HTML5 有些像JSP 或者ASP 那些技术 就可以不用存在了 为什么 那些 为什么以前要发展 动态 Server端的动态网页 主要就是说 因为 在Client端做不到 在HTML4 的时候 这些东西都不能做 所以 必须用动态网页来做 那现在 如果这些都可以做的话 那Server端的 这个Page的话 其实就有 有必要去思考 它存在的必要 这是我想各位 但是目前HTML5 还没有确定下来 等到它确定下来之后 还要一段时间 它才会成熟 所以这段时间 你要怎么去 把HTML5的功能 把它取代以前的 这个 互动式网页 我想这个部分 可以大家思考一下 那开发环境的部分的话 主要 我这边有提到几个 像最多 一般业务 用蛮多 就是这个 NOTEP NOTEP 这个 这个东西 其实 很多人用 那你会想说 老师那你为什么上课 不干脆用这个就好了 其实我考虑到几点 第一个 它没有办法做专案管理 比如说你做了一个档 然后你就是 用 怎么存在某个资料夹 那你要怎么开 开起旧档 然后就拖拉进去 其实你没有办法管理 不好管理 那你如果用Eclipse 很好管理 因为你有一个Workspace 对不对 Workspace里面 你又有一个project 你将来就把这个Workspace call到别台去 你又可以把它开起来了 或者Import进来 或者Export出去 那太方便了 如果你用这个东西的话 哇 真的伤好心 虽然说它有怎么样 也有标签 颜色会改变 可是 光管理你就头大了 你之前写到哪里都不知道 要找半天 有时候找档案最头痛 而且写了 如果你哪一天写得很好 写得很棒的东西 最后找不到 那你就要哭了 对不对 所以这个部分的话 我想专案管理部分 Eclipse比这好太多 第二个 你要把它什么 执行出来 看结果那怎么办 还要再开browser 然后开browser之后 还要再去怎么样 把那个档拖进去 太麻烦了 Eclipse里面要不要 配合Toncat 所以我刚刚为什么 叫你们装Toncat Toncat 就直接把它 因为它就是一个web server 就不用了 对不对 就直接可以把它打开 这第二个 第三个 就是在Nordepay Plus Plus里面 你打一个物件名称 点下去之后 在Nordepay Plus 会不会出现清单来选 不会啊 对不对 点下去有清单跟没有清单 差多少 各位应该 如果写过程式都应该知道吧 点下去 你还要背那个方法的话 哇很崩倒了 有些方法 一长串 谁会记起来 你为了要打那个方法 你要去把它 把那个方法名字记下来 哇 头大 在Eclipse会不会出现呢 会出现 太不一样了 所以点下去会出现 用选的就好了 你只要记得什么 那个方法的头 后面就出来了 因为我喜欢这样 不然的话 我们的脑袋也没那么大 记不了那么多东西 所以这个也是 为什么我要 叫各位把 刚刚那个环境 设置起来原因之一 总共有三个原因 应该了解我意思 OK 那之后开发起来 就会得心一种 所以 追究起来就是 功欲善其事 必先利其器 那我一定要找一个 最好的方法 最好的工具 你用起来才会 才会学得开心嘛 不然的话 那工具太烂的话 真的做起来很 很 真的会很累 所以我们早期 开发那个ASP的时候 真的是用记事本来开发 用记事本开发 你知道 这真的是 非常的麻烦 OK 现在有这种工具的话 真的太棒了 好 那再来的话 有关那个 刚刚这个我想这个应该没问题 我们刚刚就是 几个部分嘛 第一个就是我的宣告 上面的话 我的DarkType 就是文件的它的类型 然后还有它的标头 跟主体等等的 大概是这样的 是基本架构 那再来的话 我们如何做测试 测试说你的某个网页 到底有没有符合HTML 的规范 你可以到 这个网址 里面呢 把你的网页 传上去 测试看看 比如说你们刚刚 写完的那个网页 你也可以把它 传到这个网站上面 去检查看看 它也没有符合标准 如果有一些不符合的部分的话 它会帮你秀出来 那另外 最后各位可以检查一下 有个网址 这个网址非常简单 你要测试一下 你的browser 到底有没有 support HTML 对不对 你可以到这个网址 很好 很好记 就是HTML File 后面加一个test.com 那各位可以看到 比如说我在Firefox里面 得到410分 那如果说我今天开什么 我开Chrome出来 跟开IE出来的话 你把这个网址 把它输入上去 你会发现它会去 check一下说你的browser 到底有没有完全 support HTML File 比如说我这边的话 你会发现 我一样 你会发现几分呢 468分 其实目前 各位可以看到 Other Browser 你可以看一下 这边有个结果 我这边468分 其实算高分 最高分是 这个浏览器 这个浏览器 应该大家 比较少用 它是目前 浏览器里面 支援HTML File 应该算是 最支援的 另外的话 就是Chrome 因为这个最比较少 所以我们用Chrome 你会发现 基本上 它应该 大部分都有支援 反而是IE 你会发现 它的分数还低到不行 真的 我看一下 我看一下 IE的话 应该 跑起来 就是比人家慢 然后呢 分数就是比人家 100多 138分 138分 你看 这个真的是 可能是我 因为这个 Browser 好像是7还是8 所以 它10才300多分 你可不用说7 所以你们可以 测试一下 你们Browser 到底有没有支援 那网址非常简单 HTML File Test.com 甚至你也可以 在你的手机上面 去打开 手机上也可以测试 到底有没有支援 目前手机的 支援度 反而 比其他来的高 所以这部分 我想各位 试试看 把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